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更正一下 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把这个平方放到绝对值符号的外面 其实是在里头了 我放错了 我现在把它改过来 这个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VL的平方就是VL的大小 ZL的复数 我们乘上它的complex conjugate以后 那么就可以变成ZL平方 再乘一个RL RL就是ZL的实数部分 然后这个值 二分之一没有问题 ZL35.36欧姆没有问题 VL是4.06 这个地方我算的大概有点问题 你们肯定自己再算算看是不是这个 就把这个值4.05带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值 这个应该有个瓦特 有漏写的一个瓦特 OK Average 那么 其他的都没有错 那么我们今天呢 今天我们就 介绍这个 多段传输线电路法 我们以前讲过 在平面坡的时候 我们讲过这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有多重戒指 每一层戒指 它的参数 是ETA2 Gamma ETA Gamma 都不一样的 那么坡从第一个戒指 穿到第二个戒指的时候 它有反射 然后又有穿射 穿射到这个地方以后 又有反射 然后又有穿射 对不对 这个方法我们以前讲过 这个方法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在 多段的传输线呢 也可以用 还有就是我们后来要讲的 史密斯圆图 你要是不晓得这个东西的话 那史密斯圆图 你看起来一定是 看不懂 好 那现在我们 就来看 这个是 多段的传输线 这个多 多重区域的这个戒指 那么多正式 就是垂直入射的时候 这个状况我们讲过 对不对 那这个状况 跟我们的多段传输线 非常非常的类似 多段传输线就是说 这一段 它的参数是 Z01 Gamma 1 这一段呢 它的 它的参数 这个是它的 特性主抗 Z02 然后这是它的传播常数 等等 那么这边是 它的generator 这边是它的负载 那我们把 首先呢 我们先 把这两个坡 所要用的式子 两种状况 所要用的式子 我们写在这里 那么比如说 我们任何一个区域的坡 我们都可以写成这种状态 这个是 这个区域的 向正Z方向传播的 然后这个乘上Gamma Z呢 就是这个区域的反射波 反射波 这是电场 那H场也是这个样子 它就是除上一个 这个区域的 Eta而已 特性主要用减的 然后这个Gamma 就是 这个区域 这个式子里头的反射系数 它就等于 反射回来的坡 它的正幅 被 入射的这个正幅 来除 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2 Gamma Z 这个 我想我们以前都 都用过 对不对 然后Z就是 Total Field Impedance 它是等于 Ex Over Hy 你把这两个 比一比的话呢 它就变成 Eta 乘上 E加Gamma Z E减 Gamma Z 将来我们就是要 就是要求 主要就是要求这Z 求这个Total Field Impedance 当你Total Field Impedance 求出来啊 你就可以求 这个位置的反射系数 这个反射系数 一旦求出来的话 你如果知道的 E0 Plus 你就可以 求这个位置的 E0 Minus OK 那这反射系数 是任何一位置 Z的反射系数 那么同一个区域 另外一个位置 Z Prime的反射系数 跟这个反射系数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看 Z Prime处的反射系数 跟Z处的反射系数 那大小都一样 就是Face不一样 就是插个Face而已 它的Modulus都一样 就是Face不一样 那么这个就是说 你在边界的地方啊 Total Field Impedance 相连续 但是在边界的地方 反射系数不一样哦 γA'跟γA'不一样 不连续 这个是连续 这个我们以前用过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把它用到这个 多段传输线里面来啊 这个就是任意的一段传输线 它任意位置的电压波 电压值 它是等于正浮 这个是等于向正Z方向传播的这个 电压 那么这一项 乘上γZ呢 就是反射的 就是向正Z 负Z方向传播的这个 电压 那么γ呢 你看这个跟这个相对 我们用这个相对 对照比较容易记 那E0 E就相对于V H就相对于I E0相对于V0 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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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0是表示特性主抗的 那么这个 这个叫做反射系数 任意位置的反射系数 你看那都是相对应的 对不对 然后它的Total Field Impedance 这个是任意位置的电压 比上任意位置的电压 它也可以化成这个值 你看这个 都是相对应 这一组很重要要记起来 然后呢 任何一个位置的Z 某一段 任何位置的Z 某一段 是等于这个值 它的γ 任何位置Z的反射系数 是等于这个位置的Z Total Field Impedance 减掉特性主抗 分母是Z Z加上特性主抗 这个是反射系数 你知道Z处的反射系数 就可以求Z'处的反射系数 你看相对应也是一样 然后这个就是 在两段传输线的交界处 Total Field Impedance 相连续 这个 用处很大很大 所以一定要 这个方法一定要会 好 那现在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 这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图上面 这一段传输线 是一个吴浩顺的传输线 它这个 Generator VG 它是一个正弦 已经在稳态的时候的电压 不是初态 是稳态 那么电压值是这个 现在要求 Z'处 我们知道 Z'处 就是把这个 负载处的位置 当作0 当作圆点 那么它 向Generator 这个方向走的话 这个字是正的 四分之的Lamina 它跟Z正好相反 Z是这里等于0 然后Z 这个地方的Z是等于 这个是0 这个是四分之Lamina 是这样的 好 那么 求 Z'等于0 电流 的向量 向量 形态 Facial form 然后 这个求出来以后 就要求任意位置 电压 与电流的 10斜 这个应该改成10斜 形态 10 这个肩可以不要 正也不要 10斜 形态 传输线的复功率 它的complex power 好 现在我们来解了 要解的时候 我们先把已知的值 都写到这里来 ZG 是50欧姆 它告诉我们了 Z0呢 因为它是5号笋 所以它就等于R0 也是50欧姆 ZL 也是50欧姆 它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 50欧姆 50欧姆 对不对 这个也是50欧姆 然后VG 这个地方是 这个向量形态 题目给我们的是什么 10斜形态 10斜形态 那么向量形态 我们可以把它化成 是负阶 50欧姆 50欧姆 然后我们常常用到 βL 那β 就是2π over lamina radian per meter L呢 是四分之一个 lamina meter 那这两个一乘 就是2分之π radian 那么 那么因为我们 要用书上 告诉我们的 那个方法 那它里头有βL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求出来 免得以后 在0是再求 OK 好 现在我们求 z'等于0 这个地方的反射系数 那在书上 那在书上 告诉我们这个方法的时候 啊 这个反射系数 就是 就是这个 负载端的反射系数 它是等于ZL-Z0 over ZL加Z0 这个要记住 这个常用 那你把ZL带进去 Z0带进去 那么算出来 这个复数 这是直角形 因为它要除啊 除的话 你就把它画成极座表形 你这样画也可以 或者你这里成一个 complex conjugate 分子分母 如果同成一个complex conjugate 再画分子也可以 好 最后它是等于 j pi over 2次方 那这个就等于正阶了 这个就是正阶 OK 好 这个求出来了 伽马求出来了 好 还要求一个伽马G 输入端的 输入端是 z'等于四分之Lamina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它告诉我们 这个是输入端嘛 这个要记起来 这是ZG-ZL 这是generator 这一端 那么 50-50 50加50 这就是零了 这就是零了 这个地方的gammaG 是零了 OK 好 这个 我们算起来 先把它算起来 OK 好 现在我们要求 z'等于L 就是输入端 就是输入端 输入端 这个地方的主抗 就是输入主抗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用 用这个书上面 告诉我们的方法 来做 比如说这个 你看它这个要 要求 你看我们刚刚求的 求这个 对不对 也求了这个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它这个 z'等于L 所以 我们把βL也求出来了 你看到没有 v是等于 这个值 所以 你要知道 这个 gamma 还要知道 gammaG 你就可以把这一项 算出来 然后这个是L 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值 就算出来了 然后我们还要算 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回过头 再来看这里 本来我们这个ZG 这个ZG呢 ZL 我们可以 用gamma系数来算的 我们刚刚不是 不是学过这个吗 gamma系数吗 用gamma 用这个来算 或者是前面 它告诉我们 怎么算 但是我们知道 它给我们的线 是四分之一 波长 这么长 我们就可以用 四分之一 波长 阻抗 转换器 马上就 得到 这个值 这是R0 overZL R0 是50欧姆 平方 被J 50欧姆 来处 就是这个 所以由这个很快 就可以求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 不一定要 按照 这个方法 怎么求 那个方法怎么求 我们要把这个也算进去 我们能用什么方法 就用什么方法 然后我们要算这个东西 就是前面的 V I 前面都有一个这个 那么这个呢 我们先把它算出来 ZL 50 VG 告诉我们是-J50 ZG 50 这个50 这个 这个 就等于-25个JV 然后 这个要算出来 这是去I的时候要算的 这些都算好了 都算好了 OK 然后 这一项 最后我们可以画成什么呢 画成这个样子 它式子里头是用 BetaZ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呢 用Z' 它跟Z'的关系 Z就等于L-Z' 所以它就变成这两项 这两项 因为 BetaL是2分之π 对不对 我们刚刚算过了 2分之π 然后 就剩下这个 2分 负接二分之π 之方 Exponential 负接二分之π 之方就是负接 所以 这个值呢 我们算出来 就是 这个值 现在我们按照 书上的方法 电压等于这个 乘这个等于这个 OK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 这个都先不动它 这个 我们就画成这个东西了 Exponential 这一项 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 然后后面这个呢 你看 γ有值 γG是0 γG是0 γG是0的话 那分5就是1了 那就是分子 就是分子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带进来 这个我们刚刚不是求了吗 那 负25jv 对不对 这应该把v写上去 然后这一项呢 我们暂时摆的不动 然后这是1加上j 这个也一样 不过这个γ γ γ是等于j嘛 我们刚刚算出来 γ是j嘛 对不对 就把γ用j带进去 这个还是保留在这里 于是我们再算这个 25 25 j 乘J 对负义 负乎得正 负乎得正 然后把这个 乘进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 把它画成这个字 画成这个字 画成这个字 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j 用exponential j二分之π来带 所以后面这一项就变成有一个face 就变成这两个exponential 像是和 是和 我们先摆在那里 然后算i i也是一样 这个我们刚刚算出来了 这个也是跟刚刚一样算法 那这个也是等于0啊 它是1-γ 这个字 然后把这个带进来 这个带进来 j还是等于 γ还是等于j 于是这个可以画成这样的值 这个 乘一层画成这样 然后这个也是这样 那负j 变成exponential 负j二分之π 它就是变成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 向量式 电流的向量式 上面那个是电压的向量式 那现在我们要求电压波的十斜形态 那我们就把刚刚这个向量形态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 再取十数 取十数 那我们就可以 变成这样子 你看刚刚是这一项 还有这一项 各成一个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 这个取十数 就是cos 这个取十数 也是cos 这个字 不过它有个二分之π在这里 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把这个变成什么 如果把二分之π 算进去 cos 的第二向限角是负的 就等于负 sin omega t -beta z prime 也可以 电流的 实现形态也是一样 把电流的向量形态 乘exponential j omega t 那把这个电流的向量形态乘进去 我们可以化成这个值 化成这个值 那个现在我就把这个sine 这个就变成sine了 因为它是等于什么 你可以把cos这个角 等于cos这个负的这个角 这就等于sine的beta z sine beta z 其实刚刚这个 这个你可以把它画成sine cosine beta z prime 可以化成这样子 可以化成这样子 好 这个都有了 最后我们算它的负功率 负功率就是二分之一 v乘上 i complex conjugate 那我们用这种负数形态比较方便 那complex conjugate 你是把刚刚所有有j的地方 通通变一个负号 刚刚你看这个j是正的 对不对 后来变成负的 这个是负的就变成正的 变成正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展开 这个尘开 就变成这样的sine 这样的sine 那么 我们把这个画一画 把这个画一画 这里 我们就不去仔细画了 就是这个值 你把它乘开 就是这个值 然后呢 它就等于 二分之二十五 j cos 2 beta z prime 瓦特 以上的方法是书上面教我们的 书上面教我们 用这两个公式 这个公式 跟 这个公式 用这两个公式 那现在我们 用多段传输线的方法 还是刚刚那个图 还是刚刚那个图 用这个我们怎么求呢 第一个它要求什么 我们还是把反射系数求出来 反射系数是这个 任意位置 z prime等于0就是这里 这里的 impedence 是50 50 j 50 歐姆 这个意思就是说 是等于z 在0的位置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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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這個地方的反射係數 你可以求這個地方的反射係數 這個反射係數是什麼呢 它的位置是什麼 Z的位置現在就改在這裡了 這就是Z'等於四分之L 四分之Lamina 它要等於Z'等於0處的 Exponential 2γ Z'就是新的位置減掉老的位置 那我們就把γ0是J 帶進去 然後後面這個東西呢 因為它是五號順傳輸線 所以γ是等於Jβ β我們就用2πLamina來帶 乘上四分之Lamina 它就等於這個東西 所以等於-J 你看這個算出來 跟我們前面算出來的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然後Z我們就用這個算 現在我們用這個算算看 Z'處的主抗 中主抗 它就等於Z'的四分之Lamina 四分之Lamina就是說 γ要用四分之Lamina Z' Z'等於這個 這個地方的反射系數是-J 最後是-50J 你看這個 跟我們 跟我們 由四分之一 那現在我們再來看 Z' input已經求出來了 求任何一個位置的Voltage 你要記得 你要記得這個式子 永遠要記得這個式子 它可以等於入射的 加上反射的 最後就寫成這個形態 寫成這個形態 好 我們現在看看Voltage 在四分之一波長的地方 就是在-Input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Voltage 我們直接可以用這一部分 用這一部分 這裡 你這裡把它連成一個Zi 這個回路來算 這個回路來算 所以這個Zi呢 這個Vi Vi 就等於電壓被電流來數 電流就等於VGG 再被電流來數 然後在電流再乘上這個Zi 就變成ZG 就是這個 這個是VG被ZG 加上Zinput 就是Input 這就等於電流了 電流再乘上這個 就變成這個電壓了 你把這個值都帶進去 你看 一個一個帶進去 它最後可以等於這個負數 我們把它畫一畫 負數不一定要照我這個方法畫了 因為我都算了 我就把這個寫上去了 如果有錯的話 我可以追蹤 那就變成 最後可以畫成直角形 0 就變成負更號2 分成25 分成25 exponential J 四分之pi Volt 好 這個是 四分之一 就是在 Generator這一段 入射端的電壓 我們再看 我們再看 Zprom等於四分之 Laminar 我們 就要用到什麼式子呢 要用到 這個式子 OK 這個地方 我們要把這個 V0prom算出來 剛剛這個是什麼 是Input 端的Voltage Input端 好 那麼 Input端就是 Zprom等於四分之L OK 那我們就把這個 如果這個是 Input端的話呢 那就是 V Zprom 就等於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Input端 好 這個Zprom 通通用 四分之Laminar來帶 你看 我們就把這個 值 就等於V Zprom 倍 Exponential Gamma Zprom 乘上 1加GammaZ 來除 用這個式子 用這個式子 好 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我們現在不用這個 我們用這個 用這個 用這個複數 OK 這個複數 其實用這個也可以了 用這個也可以了 然後呢 Exponential GammaZprom J Gamma 是等於2pi ofLaminar 因為它是等於Jβ 然後乘上四分之Laminar 然後這個後面呢 是1-J 因為Laminar Prom 我們算出來 是-J 然後我們把這個算出來 就是這個值 這個就是J了 J跟J約掉 就是-25個Volt 好 你就把這個 這個 這是一個 Jurniform 你把這個 算出來了 這個算出來了 這個算出來了 然後你就要算什麼 V0- V0- 就由這個算 你就找一個 Zprom 以至 Zprom等於多少的Gamma 找它來算 那我們這裡是用什麼 用 Zprom等於0 Gamma0 那這個Zprom 我們都用0 於是它就等於Zprom 等於Gamma0 乘上V0 plus over 這個 這一下 這個Z等於0 它就是1 所以這個就是等於 這個東西 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J 變成這個數字 用個face 因為最後你要用face的話 用這個直角形的話 就是大小加上橡膠 對不對 好 你看這也算出來了 就是說V Zprom的V 它等於這兩項子和 這個也算出來了 這個也算出來了 那我們帶進去就好了 帶進去就好了 然後呢 我們把25提出來 它就變成-25提出來 這個真的減掉一個這個 這跟我們前面算出來的一樣 對不對 跟前面的方法是一樣 然後呢 現在要算電流 電流你可以也由這個算 那 不過我們已經知道 Z 就Z0 特性主抗是等於V0 plus over I0 plus 也等於負的V0 minus over I0 minus 所以 我們就可以算 I0 plus I0 plus 就把Z0 除過來 這一除就是負二分之一 I0plus I0 minus呢 就是這樣子 求出來了 所以電流的向量型態 就是這個中心 這個中心 這個中心 這也跟我們前面算的是一樣 邪正型態 你把V V'乘上這個 取十數 這個跟剛剛這個算法一樣 剛剛算到這裡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寫到負塞 電流也是一樣 這個我們就不講 就跟剛剛完全一樣 所以這兩種方法用來解 我不曉得各位喜歡哪一種 我是比較喜歡後面這一種 因為前面那個你要背那麼多 那記那麼多實在很不容易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跟前面那個做法是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管它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來看 這個圖 這個A圖 這是吳浩筍傳輸線 它在穩態之下運作 它的generator 它的這個input voltage是這個 現在要求 A傳輸線中的V1 求這個 小寫的V就是代表是十寫狀態 十寫的形態 然後part B呢 就是我們把A圖改一改 怎麼改呢 就是把這個後面 你看這個跟這個一樣 後面再接一段 二分之Lamna長的傳輸線 我們現在要求什麼呢 求這個地方的V1' 還有這個地方V2' 還有這個地方V2' 這四節形態 然後呢 在Z等於0' 0-Z Z Z我們是 我們就用這個圖好了 就是0的這個地方 還有0plus的地方 0 這是0 隔壁就是0plus 同一個位置 還有二分之Lamna 這是0的話 二分之Lamna是這裡 那這邊是-4分之Lamna 那麼這個應該要改成Z比較好 不過我們應該可以分辨出來 現在我們來解 我們用反射系數跟種族抗解 就是用我們剛剛 多段傳輸線的方法來求 2A Gamma Z 是等於這個 Z'2 反射系數是這個 那現在Z等於0的地方 Gamma Z 這個 標示有一點 有一點亂 我們看看Z0 OK 就是這裡 還是這裡 就是Z' 這個地方 的 主抗 就是Z0 減到這個 所以 這個姿勢等於0 因為這個是0 在任意位置Z的反射系數 我們知道這個地方 反射系數是0了 任意位置的反射系數呢 就是同一段 同一段 同一段 我們就用這個 這個來做 你看 因為它是等於Gamma0 乘上這個FaceX的 Gamma0是0 所以任何一個地方的反射系數都是0 這是指第一段 第一段 第一段 第一段傳輸線 這個地方的 Gamma0 因為這個是Match 它 跟這個是一樣 一樣 所以它一定是Match的 所以任何一個地方的 都是 反射系數都是0 於是我們就可以求VZ 把這個式子帶進去 我說這一定要記住 一定要記住 OK 好 那麼 因為它是Matched 所以它就等於 可以等於正伏 乘上這一項 它沒有反射了 就這一項 那你現在也不知道這個 V0'是什麼 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 那麼 我們說 因為已知 在Lamna等於 Z等於 負四分之 Lamna的地方 V是等於這個 你看 我真是用Z是沒有錯 這裡是Z等於0的話 這就是Z等於負四分之一 Lamna 這個地方的電壓 是這個 施邪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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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V 這個地方的向量型態 就是等於V0 等於V0 對 這個 就這個地方 就是V0 就是V0 這個就是這裡 四分之Lamna 這就是 因為波從這裡開始 所以這一定是V0 一定是V0 那它 按照這個式子呢 它要等於什麼 V0 plus 這個Z 是等於四分之Lamna 這GammaZ一定是0的 任意位置都是0 所以它就等於這一項 就等於這一項而已 這-J 這個寫錯了 -J OK 這是-J 這不是2 這是-J 因為這裡是-J OK 2 Pi over Lamna 然後Z 是等於 負四分之Pi 所以它就等於V0 prime exponential J 二分之Pi 之方 是等於這個值 所以 我們就把V0 prime 就可以等於V J 除過來 就變成-J 乘成V0 這個 我們已經知道了 所以 任意位置的V呢 電壓就是這個值 它的時斜形態 你就把向量形態 乘成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時數 就是這個 這個取時數 因為你這個乘這個 你取sine這一項就好 因為sine有一個J J跟這個J 合併 然後Z等於0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要求的 它的負載的地方 V等於0的地方 就是0 所以它就是負絕 這個0 0帶進去 它就是V0 sin Omega T 所以 這就是V1T 這就是V1T 這裡應該再寫等於V1T 就對了 好 我們現在要做 第二段 第二題 第二題呢 它是後面再接一段這個 接一段這個 接一段這個 那我們 我們 通常要從這個地方 開始做 這個地方做過來 我們現在 來看 Z等於2分之Lamna 就是後面 就是這個地方 2分之Lamna 就是這個地方 負載 我們先看這個 我們先看這個 負載 JL2 我們說它是 JL2 L就是負載 第二段的負載 第二段的位置在哪裡呢 就是2分之Lamna 因為 你把這個地方當做0 那這個地方就是正2分之Lamna 就是那個地方 第二段負載處的反射係數 它是等於第二段的負載 這是等於它的公式 是這樣子 那這個位置在哪裡 就是2分之Lamna 2分之Lamna 因為它是段路 所以是無限大 那這個把無限大提出來 約掉 整個分數 就等於1 所以那個地方的 反射係數呢 是1 那現在我們知道 這個地方的反射係數是1了 那麼我們在同這個戒指裡面 我們去看這個地方的反射係數 反射係數 這個反射係數 就是等於0plus 0plus就是靠右邊一點 等於這個地方的反射係數 乘上這個 那這個反射係數是1 你把這個算出來呢 它是等於負的 j乘上2pi 那這就是1 這就是1 ok 所以 也求出來 現在我們看 z0plus z0plus 我們用這個 就是在 第二段 靠這一邊的 分射係數 z0 1加gamma z 1-gamma z 沒有錯 這個就是 0plus 這也是用0plus 因為它是 在中間那個 靠右邊一點 111 那這是無窮大 所以這個地方 你站在這個地方 往這邊看 從這裡往這邊看 這個負載 是等於 這個負載 是 無限大 是無限大 是無限大 z0處的總主抗 是等於 第一段的負載主抗 z0 與第二段的 就是 與我們剛剛講的 input impedence 相並連 這個並連 是兩個平行線 我們這個電腦 我們這個電腦 沒有這個符號 那麼 它就是什麼 就是z0 因為 你這個 段路嘛 並連的電流 就完全從這個地方 過嘛 它就不會從這裡過 所以啊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 總主抗 多了這一段以後 這裡的總主抗 還是z0 那還是z0 就跟我們第一段 完全一樣啊 情況就跟第一段 完全一樣啊 所以 B圖第一段的等效線路 與A圖的線路相同 相同 所以我們現在要求 圖B處的電壓 在圖B處的電壓呢 這個地方的電壓 也是跟圖2是一樣的了 這是中間的 OK 第一段 第一段 第一段一樣 我們就把第一段的結果 第一段你看 它是相當於這個東西 加在第一段 對不對 現在我們剛剛說 你這個弄起來啊 這個地方 Input impedance 也是z0 也是z0 也是z0的話 就相當於啊 這個地方的電壓 我們剛剛有算出來 電壓 是指這個值 0的地方是這個值 OK 它的向量型態是這個 就是 負JV0 Z等於0的地方 負JV0 也就是這個值 這個值呢 那就相當於啊 你把中間這一段 就改成這個樣子啊 它本來是這個 我們說它的 向量型態是這個樣子啊 那麼它的實際型態就是這樣 就好像 把這個 把這個generator 改成這個樣子而已啊 好 那我們現在就解這一段了 所以 第二線段 可以用這個圖 這等效電路 求解第二段傳輸線 任意位置的電壓 我們還是用這個 現在就是這一段 這就是 第二段了 第二段了 它等於第二段的 電壓波的正伏 這個β2用第二段的 這個γZ呢 也是γZ 就是任意位置的 也是任意位置的 這是第二段的任意位置 好 現在我們說 V2 0 我們現在把座標 變成這樣子了 V2 0 就是等於這個 這個0變成0 1加γ0 0 plus 0 plus 就是靠這一邊的 γ0 plus 我們剛剛算出來過 這個是等於1 那就是1加1 2 等於這個 可是又因為 V2 0 plus 這是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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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的電壓 是 負階 你看我們前面就是 負 負階 V 負階 V 應該是負階 V0 負階 V0 所以 V2 0 是負階 V0 這個0 漏掉了 你把它寫上去 那麼 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 負階 V0 那麼我們可以求出 這個 二除過來 二除過來 然後V0 V02 plus 是等於這個字 然後把這個值 帶到這個裡頭去 那就等於 負階 二分之 V0 這就是 這個 就是這個 然後成為 Exponential Z E加GammaZ 就是任意位置的 電壓 這個第二段的任意位置電壓 然後Z等於二分之Lamina 那 觸的 電壓的向量與時間協正 就是死協狀態 我這個都沒有改過來 然後 這個 就 V2 這裡 V2Z 二分之Lamina 對於1 就可以變成這個 然後就是JV0 JV0 然後你把這個 JV0呢 乘上Exponential Jωt 去實數 就是這個 所以 這個地方的電壓 相量值就是這個 實協形態就是這個 C Q Z 等於0 處 的功率 這是0 就是我們從 第一段 開始看 Gamma1 第一段 在0的位置 Gamma 是等於這個 現在兩段在一起 所以 原來第一段的Gamma0 就是等於Gamma0- 它等於0 我們剛剛算過 因為它是段路 對不對 那麼 V0 plus 我們剛剛算出來 是等於這個 這個東西 -JV0 因此 Vz 它是等於V0 plus Exponential Gamma z 那 V0 plus 用這個代 這個呢 Gamma 就用 J Beta1 代 Beta1 那麼 我們把 這個值 用已知的Z值 處的地方 這個值 代進去 Z等於0 的地方 V1 Z等於0 的地方 它的 V1 就等於 負J 應該有個 V0才對 這應該有個 V0才對 V1 Z 因為這是0 0代進去 就是負J V0 這有個 V0 那這個就是 這是 負J V0 Exponential G omega t 取實數 取實數 就是這個 取實數 好 那麼 我們現在就看 第一段 任意位置的電流 它是等於V0 plus over Z0 Exponential Gamma z 我們帶這個式的 它是等於什麼 你就把這個 V0 plus 帶進去 它就等於 如果 Z等於0 的話呢 它就是 負V0 over Z0 所以 在 第一段 兩段連在一起 第一段 靠負載那邊 或者中間 靠左的這個 電流 是等於這個 字 是等於這個字 那麼 我們就可以把 把這個 實斜型態 這個乘 Exponential G omega t 取實數 就是這個字 那麼 Power Power 就等於P 乘上V1 乘上I1 這是實斜型態 你把這兩個 乘一乘 這兩個乘一乘 就是V0 平方 over Z0 sin 平方 Omega t 這個是 瓦特 這是 這個是 Z等於0 處的功率 那麼 現在算 V等於0 plus處的功率 就是到第二段 輸入的 這個功率 就是在剛剛那個隔壁 也怕 緊隔壁 因為Gamma 2 這個 等於1 還有就是 V02 plus 等於這個字 這我們剛剛 都 求出來了 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 V2 Z 帶進去 V2 這就等於V2 0 plus 乘上 exponential β2 1加Gamma 這個地方 最好還是先寫 V2 V02 plus 比較好 到這裡再帶 因為你在這裡帶 你不曉得 這個 這個地方原來是它的位置 你把這個 Z等於0 帶進來 0帶進來 那麼它就等於什麼呢 這個是1 這個是1 這個也是1 那麼就變成 -J 這個也是1 這個也是1 所以就變成這個 I0呢 I2 0 它就是等於 V0 2 plus 被Z0 被Z0 來除 這個應該是V02 plus 被Z0 來除 它就是這個 然後 後面是1 減 這個 因為是1 1減1 就是0 因此 V0 T呢 你就把這個 把這個 成exponential 去施數 去施數 是這個 然後I0 T 等於 I2 0 I2 I2 就是0 0帶進去 就是0 所以 這個power 就是0 這個成這個 第二段 power 就是0了 OK 還有 -1 1 2 的功率 還是一樣 你把Gamma 在這個地方的 -1 1 2 就是 等於 第一區的 入射的部分 這個地方的Gamma 帶進去 然後V2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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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V1 等於V0 V0 プラス V0 Plus 有了 就是這個 因為這是- 1 第一區 它就是 它的 輸入段 而是跟第一區 第一區 負宰左邊的ников 成像 相差 那麼這個γ呢 BG的相差γ 這個是0 它0 因為它沒有反射 所以任何一個地方的反射系數都是它 都是它 那麼V2-11分 這個V2-11分 我們可能要回過頭來看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V2 它是兩個階段 兩個都接在一起了 兩個都接在一起了 所以它這個-11分 這一段 要等於這個輸入端的電壓 輸入端的電壓 因為電壓都是一樣的 因為第一區的電壓都是這個東西 所以它的V0 Plus都是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呢 我們就用-11分帶進去 1加γ2的這個值 γ2-11分 這裡我們剛剛算出來了 是0 因此它就是V0 那麼電流呢 它是等於V2的這個值 V2的這個值 被Z0來除 所以就是 就是這裡 不過這裡改成負的就是了 然後就是負J V2 這次等於負JV0 Z0 乘上1-1 0 等於Z0分esV0 所以這個呢 10歇íp量 你就把這個V0 乘上expontial j omega t 字包 取 variance數 電流呢 你就把這個值 乘expontial j omega t 取 variance數 POWER就是這兩個相乘 相乘就變成這個字 二分之一LAMNA 也是一樣 二分之一LAMNA 就是等於兩個線 它不在一起 然後呢 它的最後的輸出阻抗 它的GAMMA 我們剛剛算出來是等於1 那麼V02 plus V02 plus是-J2 剛剛也算過 就是這個中間這裡 這個圖應該多畫幾個 我沒那麼多空間畫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電壓 這個地方的電壓 就等於這個 然後我們就把它帶到這個標準的式子裡面去 OK 這二分之LAMNA 這個地方應該 這個地方給它改一下 應該是-J2分之V0 因為這裡有寫吧 然後這個大概後面都錯了 就是多了一個2 多了一個2 I0 I0是等於0 所以V2 這裡就變成-V0 sin omega t就好了 然後我們算它的瞬間值 把這個是0 V0 因為有一個是0 所以V2乘著I2就是0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